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潮居旧 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刚才拍石潮news拍太长了 一个小时40分钟 我个人觉得这期节目太值得看了 那期节目总结上说 当叶简明被揭出来的时候 没人知道为什么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只有一个人知道 习近平知道 因为大家查他都是说太年轻了 没有道理 钱哪来都不知道 但他太有钱了 437亿美金 用了15年的时间 2002年 他开始出来做买卖 把出来做买卖 然后他把这个 他把赖昌星的剩的有关石油公司 买给盘走了 盘走了 为什么能盘走的不知道 可是当时是习近平在那 习近平任省长 很有趣的 然后习近平配合中空机 在处理赖昌星的事 而真正保了赖昌星的 却是江泽民 所以当时的朱镕基 无可奈何 根本从加拿大能不能回来 结果他 因为他要回来 他的钱分不走 他要回来 赖昌星要回来 就没有叶简明这个人 他就起不来 而赖昌星的买卖谁吞了 曾庆红吞了 这是我们最后能出来 所以当叶简明很低调的原因 就是他不能出头 他吞食了中石油 中海油 中石化的大笔财产 所以你看到的 中石油 中海油 中石化的报表 永远是赔钱的 为什么涨钱赔钱 都被他吞了 都被叶简明吞了 而叶简明吞掉的 吞掉的钱 都给了曾庆红 江家帮和 和这个 他们人了 一定是这么来的 费老了时间了 做了那期节目 费老了时间 但是因为 比我让我感兴趣的 就是说 他是石油系统当中 第四大 那个 但是他为什么 习近平不敢动 为什么习近平要等到了 这个 三月一号动弹 三月一号 是三中全会 开会结束了 党的系统中 没人能撼动习近平了 那习近平打的 叶简明 打的曾庆红 打的江泽民 打的三桶油 要揭示出 中国石油帮的秘密 要揭示出 中国为什么油那么贵 当打掉这个的时候 习近平将在中国社会中 树立他自己独一的威望 威信 因为他真正向中国人揭示了 石油为什么这么贵 都被他们吞了 而一举打下江泽民 曾庆红 我那期节目 基本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讲这个故事 所以当打叶简明的时候 我会看到整个曾庆红家族 整个江泽民家族 当然曾庆红家族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曾伟没有回来在外面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举措 就是用了一个民间最大的 给民间最大的深渊 用叶简明 但他就是这么回事 办点事不容易 叶简明披露出来了 但是头一天 陈小鲁那么死了 所以这事就热闹了 但是围绕着评论比较多 我看评论的 咱们只能评论 现在舆论了 这个环境中 但是我刚才跟大家说 那就是针尖队买门 很清楚了 苹果日报连续写了两篇文章 习近平先下手为强 树立威胁 挺多人看的 太子党习近平 矛头指向内地的千亿财团 和背后太子党 这没错 但他没说不清楚 叶简明打的是谁 有分析说 习近平想成为 21世纪的毛泽东 激起红色家族不满 所以趁习近平掌握大权之际 所以习近平趁打掌握大权之际 先下手为强 向红色家族企业开刀 这是肯定的 避免日后出现反习力量 影响自己的统治 他真正开刀的 一边打掉了邓家 吴小辉 另外一边打掉了 叶简明 打掉了曾家和江家 前后打两个人 就是陈小炉死了 给他捣乱了 所以这是 这个我们是在那个基础上 我们跟大家分享 这个现在很多人看法 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认为 习近平上台收拾贫民出身的官员 但臣民贫民官员不足畏惧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同样出身的红二代 特别是父辈比自己更高的开国元勋 所以处理了红二代 他认为陈小炉是第一个被搞死的人 我觉得这个就 我个人觉得太过分了 但是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 我说陈小炉 昨天晚上说 陈小炉死在了习近平的坑截上 有人会这么分析的 很抱歉 我真是不赞同陈维健先生的话 这个他的说法 还是 我们不好说了 是人家自己的说法了 就这么回事了 红二代不足微距 他现在打的 我刚才 打的是邓家 打的是 吴小晖打 邓家 叶解明 打的是 曾家跟江家 非常清楚 陈小炉是烧带上 所以这是一个 捣乱的东西 就说不好了 你也不好说 叫捣乱 反正他 时代出现了这么个状况 林克力先生 内地红色家族掌控政治经济 对中国发展 有着举足轻松的作用 这都是泛泛 这是没错的 当我们看清 叶解明的时候 我们就看清那故事了 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 想做21世纪毛泽东 党内和红干子弟的反对声音很大 不排除他向高干子弟涉嫌的财团 开刀树立他的威信 减低红色家族对他进一步集权的反抗 不是 是 但也不是 就是说 他打的方向呢 太清楚了 只不过大家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你看不到那一点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 我们会这么泛泛的分析 对不对 而红色家族的声音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在他整个的运作的过程中 人大委员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照顾了 有一些没照顾 我很清楚 李鹏家族基本上就出去了 就那样了 对吧 我们可以很清楚看 李鹏家族就出去了 以后他碰不碰他 不好说 邓家出去了 你有多少钱 你自个活着 就完了 政治的事撤边 那张震家族基本出去了 陈云家族 我们没看见声音 王震家族 我们没看到声音 王军这些没有看到声音 薄熙来家族基本完了 对不对 所以他打的 特别是叶简明 他当他打在曾庆红身上的时候 曾庆红横挂两批 所以他还是从这个角度去下手 他为了稳定 他并没有拿到 他为了稳定是一尸二鸟 一尸一鸟 邓家是一尸二鸟 而这个叶简明家也是一尸二鸟 曾家跟江泽民家 所以红色家族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以为我们看到他打的方向 是最具实力的红家 代表性的邓家 代表性的江家 代表性的曾家 而陈小鲁的状况是 自然烧带手的带上了红家 他估计两会后 中国成立国监会 将对付国内200到300间 与红色家族有关的大小企业 不排除未来有更多的红二代被查 是 我觉得这里他其实很泛泛 他现在打的 现在你谈不上查哪个红二代 没有 真是没有 对吧 他的做法是给他拆解了 习近平掌控军队警察 短期内红色家族难以反抗 报复 他们只能等待习近平犯重大错误 才有机会结合其他力量反习 把习拉下马 这胡说了 所以我觉得林克力先生 这个看点太out了 这么讲吧 基本上我觉得两个评论的看点 基本都 我以为基本都不成型 都不太成型了 基本就那么回事了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他 他谈到的一个 力量的 只能叫力量的这种聚集的 力量的聚集了 那这种力量聚集表现是习近平对红色家族的整个的这种打击 那网上你看到的 我以为在网上你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说法 但是呢 所有类似的说法呢 并没有 基本都是重复的 没有什么太 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太多信心的 在报道当中呢 他再次提到 被内地称为叫上海神秘的企业 中国华信能源 我在时照news中讲了 所以因为内容太多了嘛 叶简明的身世本身就是个谜 叶简明有很多个名字 很多个户籍 那昨天传出被查 内地媒体郭阳聪 说他是陕北的农 青年摇身一变成为了千亿富财 也千亿财团的主席和欧洲总统顾问的传奇的发迹士 他完全是个傀儡 叶简明是傀儡 背后是增加跟降价 而叶简明的傀儡出头 是把人家的钱往外 要给人家办事的 这是显然意见 财新网 奔布的中国华信叶简明被查 复杂政商关系网 起底特稿 但下午又下架 互联网已经搜不到相关稿件 那报道指 位于上海的中国华信能源总部 向金字塔王国分别成20栋建筑物 叶简明专属主席楼 就像小板的人大会堂 他们行踪圣密 他们就像隐世一般的国王 那没错 因为公司实际不是他的 是他挂名的 所以他不能老露面 这是这道理吧 但上海是他的老朝 是他的本地 所以上海是江家的 是曾经洪家 等于这一期节目 是我们是对刚才的补充了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场面 我并不是叶选宁的少将的儿子 也不是叶建英元帅的孙子 这是个废话 对不对 这是叶简明曾经声明过的 那他其实也不是叫什么叶飞的儿子或者孙子 他透露自己出身在民北的山区 在福建南平市读中学 华信官网说他99年定居上海 那然后投资者身份回内地 所以99年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那年 是江泽民已经完全获得权力的那年 对吧 那97年香港回归 曾庆红任香港是主管香港事务 曾庆红是第一年第一个主管香港事务 所以有理由相信 叶简明是被曾庆红挑的 如果大家还这点有点唐突的话 就是他是石油帮 他是替石油帮做事的 你去看我刚才的石头news 或者我过后出来的石头news 所以这里他解释 以投资者身份回内地 来回避他的钱是哪来的 所以那个99年去香港 02年回来 这个钱就这么来的 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 在香港给的他 他曾经叫做叶红明 叶游明叶剑明 很多名字 他在上海和湖南有两个户籍 出生资料跟官方都不一样 如何发迹没人知道 只知道他从华原买下了公司 进入了石油行业 一样吧 跟国企合作 但拒绝资金的任何来源 那基本就曝光了 所以习近平先下手为强 砍死叶简明 砍的是曾庆红 江泽民 为国家祭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